行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活动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参加西雅图创业协会的活动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梅杰 咱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新建制控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罗小中博士给我们做一个创业分享 活动开始 请允许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这次活动的主办方 西雅图创业协会 西雅图创业协会是在2008年创立的非盈利性组织 协会亦在团结西雅图至北美的高层次创业人才和团队 搭建一个共创业团队 创业投资者 以及专业领域的人士交流合作的平台 协会作为西雅图地区最大的华人创业组织 自成立以来我们创业协会也是发展并吸引了2000多名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 同时我们也会和中国国内及北美不同行业领域共同开展活动 来更好的发展西雅图本地的创业社区 协会自创立以来一直在举办各种的创业服务以及分享活动 其中包括年度的创业大赛以及定期的创业分享会 同时协会也与partner组织一起承办面向全美范围的系列活动 我们在未来也准备开展一系列的创业助力项目 来服务西雅图本地的创业者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最新的活动信息 和最优质的创业内容分享 这次活动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 新建制控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罗小钟老师 小钟老师于2018年创立了新建制控深圳科技公司 在创业前小钟老师在微软有将近20年的丰富工作经验 新建制控专注于工业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 目前已经有多项产品并且完成了三项融资 今天小钟老师分享的主题是 新建制控在药品监测上的实践和应用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小钟老师 好的 谢谢梅杰 请问能听到吗 能听到 好的 非常感谢西方会的邀请QQ梅杰 也非常荣幸有机会能够在远在中国国内 跟咱们西亚图的伙伴们做一个在线的分享 其实我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 有机会回西亚图 那时候还没有疫情 我在西创会做了一个现场的分享 那时候我们公司创立才 大概才不到六个月 不到六个月的时间 这样吧 我分享一下我的屏幕 请问能看到我的屏幕吗 可以 可以是吧 好的 我们公司是那个 刚才那个媒体已经介绍我了 我呢是2000年5月份加入微软的AD Team 后来呢在AD Team工作12年之后呢 我又加入了WindowsKine的部门 在2014年呢 我离开了WindowsKine的部门 加入了那个Skyport Business部门 在里边呢做了一些 做了4年的工作 然后呢当时也是SHIP了 咱们比如说咱们现在用这个Zoom这个系统 我当时呢在Skyport Business部门呢 应该来讲是立了一个团队 做了这个一套这个meeting的一个solution 当时咱们微软内部的代号就Unbox 那你们都知道这个Skyport Business啊 这个这个部门呢 这个咱们的这个微软里面的这个产品呢 现在逐步的演化到Teams 合并到Teams里面来 对 然后呢当时我在Skyport Business部门呢 也代表SFB部门呢 跟Salesforce合作 将SFB的这个服务呢 集成在这个Salesforce里面 也因此参加了这个2016年的 这个Salesforce在旧中山的这个大会啊 我自己呢18年的8月份 离开了微软 全是回来创业 我们方向呢就是这个 这个AI的这个检测 我们用在使用的领域呢 是在这个工业检测里面 我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的发展历程 在早期的时候呢 我们公司大概是 以8个人起来的 8个人起来 然后呢 目前我们公司呢 是105人 105名员工 在这个 我们的销售呢 在从最早期的时候 18年的时候 大概不到10万美元 后来发展到 到今年为止 我们大概 今年的销售能够到 10万美元 大概剩下一个发展 然后呢 公司也 刚才讲到 媒介讲到 我们公司已经完成了 三轮的融资 目前呢 我们正在做 币融融资 大概呢 今年会close 这是我们公司的情况 产品方面呢 我们分为三个方向 那我今天介绍的 是方向之一 这个是药片的检测 我就言归正传 那个呢 好 看一下 就我今天呢 给大伙 这个分享的 这个题目呢 是基于小岸本 深入学习的 药片缺陷检测 方案的设计 与应用 我们都知道 那个药片的缺陷检测呢 它是 其实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在国内 或者在全球的方向 之内 消费者 就比如说 医院 或者是终端的 病人 他们对于这个 药品的质量 的要求是越来越高 那质量方面呢 我们新建公司呢 所 关注的是这个 外表 上面的一些缺陷 外表上的缺陷呢 其实也有时候会让这个消费者 这个 怀疑这个药品的在生产过程之中呢 它的质量的保控 不严格 因此呢 药片的外观的缺陷检测 它其实非常重要的 我演讲的这个题目呢 大概分别四块 一呢 我讲一下 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 这个缺陷检测的一个重要性 以及目前 这个全球范围内 在这方面的产品的一些情况 以及新建公司 在这方面做的一些 产品落地的情况 与对比 第二个呢 我就讲一下 那个 咱们传统视觉 在这个上面 有些应用 它的不足之处在什么地方 因为在新建公司的产品出现之前 在这个领域之内 这个药片的缺陷检测 通常是传统视觉来做的 基于康奈士 他们的算法 来做的 而第三部分呢 我讲一下 就是 这个小岸本身度学习算法 在这个药片缺陷检测中的 我们做的一些探索 以及我们落地 一些成功的方案 我先讲一下 这个整个视觉检测这一块 视觉检测呢 在中国呢 是大约是一个 肯定是超千亿人民币的 这么一个市场 其中呢 大概20%的检测场景 是这个以 康奈士为代表 康奈士兼士为代表的 这些传统视觉公司 所渗透进去的自动化检测 剩下的80%左右的市场呢 还是依靠人工来检测 那像新建公司这样的这个 以AI为这个核心技术的 检测公司呢 我们的产品呢 主要是来填补 去取代人工检测 而并不是为了取代这个 传统视觉检测 这么一个情况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 其实国内 这个用工荒 在这个工厂里头 很难招聘到 或者越来越难招聘到 年轻的这个操作工 他们愿意用自己的眼睛 来做在生产线上 作为一个生产工具 来去检测 对外观进行检测 这是一个整个行业的 一个大的趋势吧 整个行业大的趋势 但AI也是不是万能的 在这个我们都知道 康奈斯是一家这个 大概百亿美元市值的 这么一家美国公司 Kens监视呢 它就是一家这个 他们的市值 应该超过千亿美元的 在日本 前段时间刚刚看到 这个Kens的他的 他的owner 应该来讲是 目前是日本的首富 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一个人 但这个反面 你来讲呢 就是说其实 工业视觉呢 是高速发展 它的应用场景 其实非常的多 视觉检测只不过是 其中的一个方向而已 下边呢 我们言归正传 这个呢 我讲一下这个药片 泡灶的缺陷检测 在这个之前呢 就是说我给大伙看一下 这个就是 我们的成品 这个呢 为什么叫 这个东西呢 叫铝树泡灶 这个呢 装的是感冒零的胶囊 这是华伦三九出的 三九感冒零胶囊 这个为什么叫 铝树泡灶呢 是因为这个 背面的基底是铝箔 前边的这个 覆盖的东西呢 是泡灶 泡灶呢 有枪体 这个 这个胶囊呢 填充进去 这个呢 叫铝树泡灶 这个呢 还有一种叫 铝树的药片 这个呢 二者的区别呢 就包装形式是一样的 但它包装的内容呢 一种是药片 一种呢 是硬的胶囊 我们可能知道呢 还有一种叫 软胶囊 比如说鱼干油 也越来越多的 采用这种包装的形式 这种呢 就是说 那我们要做的 就我要介绍的东西呢 就是说 这就是说是 对于泡灶缺陷检测 这一块 这个缺陷呢 大概分为 三大类 三大类 在这里呢 我举一些这个例子 三大类 一个呢 是这个 药片本身的胶囊 本身的这个瑕疵 第二种呢 是包装材料上的瑕疵 比如说这个铝箔 这个炮灶上的瑕疵 第三种类型呢 是这个包装过程中 引路的瑕疵 我一会呢 会给大家呢 看一个视频 一个 这个实际生产中的 一个视频 让我切换一下 我切换一下 我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我们的产品 在生产线中 部署的情况 是什么样的 请问能看到屏幕吗 可以的 好的好的 这是一套 这是一条生产线 这是实际的一条生产线 这是江华机械的 这是一家这个 这个医疗设备制造公司 在上面呢 配置了我们 新建制控的两个模组 这个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产品呢 是软硬一体的 视觉检测模组 这个视觉检测模组呢 它是包含了 在硬件方面 你看到这个特别像一台台式机 这个台式机里面呢 实际上呢 是由我们的光源 相机镜头 以及我们的计算单元 这个计算单元 当然核心部分呢 是这个英伟达的GPU 英伟达的GPU 这个呢 是在上工位的一个检测 上工位 这是一个下工位的一个检测 这是我们的产品呢 在实际的工厂里头的 一个应用的情况 然后呢 我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实际的这个场景 应用场景是什么样的 这样呢 可能这个概念会好一些 这是一条 次要机械的一个生产片 这个呢 就是女傅泡照 这个包装的这个产品呢 就在这个里面 然后呢 我们的产品呢 是在这种连续型制造 这个产线上面呢 我们替代了人工 安装了我们的检测模组 然后呢 做这个质量的质量的一个控制 好的 回到这个缺陷呢 为什么我们 就是说 这个药片的缺陷呢 大概是有18种之多 分为三大类 像这种马点 裂片 黑点 破损 半粒 空粒 这些呢 这些瑕疵呢 都是药片本身的瑕疵 然后呢 像这种鸭炮 鸭炮呢 是这个 这个包裁上的瑕疵 头发丝呢 它是包装过程中 引入的瑕疵 像这种 这个热风不良 折皱 或者铝箔走偏呢 这些东西呢 都是在这个 冲切过程中 所产生的瑕疵 至于说 无批号 或者是 制服打穿 制服打印不清楚 这些瑕疵呢 就是包裁上的瑕疵 那我们公司呢 对这个 瑕疵是 进行过分类的 在座的各位 可能有很多是 这个 这个 对人工智能 对AI的模型 也比较 分配模型 也比较清楚 也比较清楚 检测 从这个定义上来说呢 最简单的检测呢 可能是这个瑕疵显成了 是做二分类 做OK品和NG的一个分类 但是呢 我们是做这个多分类的 而且 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我们会把不同类型的瑕疵 把它归类 主要分为三大类 这个数据呢 对于这个 我们的客户 是非常有用的 非常有用的 比如说 药片本身的瑕疵 它就代表了 它这个在 比如说在药片的压制过程中 或者药片 因为它是化学制药 它的搅拌不均匀 原材料可能会有问题 在制程上可能会有问题 因此呢 当我们把这个缺陷的数据 实时地去反馈到 上游的系统的时候呢 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客户 去提升它的良率的 那第二种 就是这种 包材上本身的瑕疵 那这就属于原材料上面的瑕疵 那么可能他们 我们的客户 比如说 我们代表性的客户 是华润集团 华润药业底下的 华润商业 他们呢 可能就会去看 上游的这个 产品的质量 溯源 这方面可能会有问题 那第三部分呢 就是这个 包装过程中 引路的瑕疵 刚才我们看到 这个它有一种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 属于头发丝在泡灶里面 这个呢 是非常罕见的一种瑕疵 十万分之一的几率 因为呢 铝树炮灶的生产线呢 是在这种 百级的 或者稍微 要求低一点 是这种千级的车间里面 但是呢 依然有这种 十万分之一 这种概率呢 发生这种情况 发生这种情况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这一部分呢 就是说所谓的这个 铝箔走偏啊 铝箔街头啊 就是说实际上它 机械部分出了问题 所以呢 这种多分类的数据 一在算法上 它有挑战性 第二 这个数据本身 对客户非常有价值 因此呢 就是我们 当我们在做算法的时候 实际落地 我们的案例的时候呢 我们公司的产品呢 都是做多分类的 第二个呢 我刚才给大家看到 就是胶囊 这是另外一种 这种铝树炮灶的 包装的形式 实际上它的这个 缺陷的分类呢 大红小异 也是分为这三大类 三大类 那具体的细节呢 这个我们就不用了解了 只需要记住一个 三大类的瑕疵 总共有16种之多 有的瑕疵呢 它的发生的这个概率 非常的低 十万分之一 有的概率呢 发生的可能稍微高一点 大概千分之几概率的生产线 因为在流水线的生产线中呢 它们的质量控制呢 是做得非常好的 像这些工厂 是做得非常好的 所以在一个标准的 制成情况之下呢 瑕疵品的发生率呢 不会超过千分之五 不会超过千分之五 那这个千分之五 就是我们需要 这个把它 比如减出率 达到98%-99% 然后呢 严重的瑕疵 我们需要做到零漏减 这里呢 我对这个炮灶的缺陷的 检测的现状呢 做一个对比 这个公司我就 一个对比呢 我就不讲了 这里呢 就是说 公司的名字 我不讲 就是说呢 因为我们这也是 Public Information 当然了 这个都是国外 这个在欧洲 在整个全球范围之内 在旅逐炮灶 检测这个行业里头 产品历史最长 也是品牌度 知名度最高的 这么一些公司 A公司 B公司 C公司呢 是国内的一家 这个做 这个中低端产品的 这么检测的 这么一家公司 那这里呢 我们刚才讲到 有16种18种 或者不同的瑕疵呢 我在这里挑了 主要的几种 来做一个对比 首先呢 就是在这个 在使用的相机 这个分辨率上面 我们公司呢 用的是1200万像素的 像集团所能看到的 这个比较细微的一些瑕疵 当然这个只是 一个维度而已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新建公司目前的产品 在全球范围内 是最领先的 我们目前呢 A公司在国内的 这个销售总监呢 在今年的春节以后 已经是加入到 新建公司 帮助我们去推广 这一款产品 这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对比 第二部分呢 我讲一下 这个为什么 像A公司也好 B公司也好 他们在这个行业里面 做了十几年 为什么他们在 现阶段 他们的产品 已经是显现出 一些不足 已经不能够 满足客户的要求 我讲一下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技术的 基础路线呢 是所谓的 传统的视觉 传统视觉呢 我想我们的听众里边 应该有非常多的人 很清楚 就是它大概是分为两块 一块呢 是固项的一个预处理 第二个呢 是一个算法的对比 比如说 在这方面做的 非常成功的 就Cognax 这个康奈斯这家公司 康奈斯这家公司 其实在国内 它是业务体量 是非常大的 在我们公司所在的 这个中山脚地区 就是康奈斯的这个 集成商和代理商 都不像百家 这些呢 就是说 这些公司的这种销售额呢 大概也能够做到 千万或者更多一些人民币 所以他们在国内 其实渗透率还是不错的 渗透率非常不错 这个图像预处理呢 它包括大概三块 第一块呢 就是提取一些 这个检测的区域 把这个要检测的 比如说把这个胶囊 它要检测的区域 比如说要检测里边的 这个药力本身 把它提取出来 那第二部分呢 是消除背景的一些噪声 第三呢 是提取特征 这个呢 都是通过这个 一些人工的干预来做 我简单介绍一下这里 所谓的这个检测区域 这个area of interest 对吧 在这个地方呢 你看到这个 我们要检测这个药片 所以我可以把这些药片呢 都把它给框测 用这个蓝色的框 给它框测 这个呢 就是提取一个特征 提取一些这个ROI 那第二部分呢 是这个所谓的 噪声的消除 噪声的消除 左边这个图 和右边这个图的一个对比呢 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首先机制呢 这是一个白色的药片 白色的药片 在这个背景呢 是一个反光的一个铝箔 在这个地方呢 可能在这个 看得不是很清楚 这个在这个上边 就是说呢 这个红 这个绿色箭头 这个指向的地方呢 就是它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瑕疵 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就有 两个瑕疵的物品 这个呢 就是在去除 干扰的背景图像之后呢 瑕疵的背景的这个区别呢 就足够的明显 让算法呢 能够得以可靠 稳定的把它检测出来 特征提取的方法 大概是有三大类 这里讲了两类 就像那个 像康埃式的算法呢 它们主要有三个 大的算法库 这里呢 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轮廓方面的 一个是面积方面的 看轮廓方面呢 就是说 像你求它的面积呢 真正看它的轮廓 做船船比啊 做这个最小的外界举行啊 之类的东西 然后面积呢 也可以做一些 这个计算 这个将这个 有效区域的 这个特征提取出来 最后呢 就是做比对一些 这个特征上的一些差异 做一些像素级别的一些计算 然后呢 判断是否有瑕疵 比如说这里就有两个 这个药片上面 就有两个黑点 那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传统视觉 它的优势 和它的劣势是什么 优势呢 就是说 就是说如果瑕疵和这个背景的 这个 和这个 这个 OK品和NG品 品之间呢 它的图像的比对度呢 差别是比较明显 那么传统算法的优势 是比较大的 它可以非常可靠 稳定的去检测出来 而且它的算法 相对比较简单 它所需要的样品量 也非常的少 这个调试过程 也非常的简单 这是为什么 像康泰士这样的公司 它在他们所适用的 检测场景里头 得到了大量的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 得到了大量的应用的 一个根本原因 一个根本原因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它们的劣势呢 是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 如果它的这个 OK和N基品的 这个灰度值的差异 不算太大 在这个地方 你看到 这个在这个 有500这个数字的 这个药片的 这个大概是 12点半的 这个方向上面 有一个轻微的破损 这个破损呢 它并不是一个 断裂式的破损 因此呢 它只在像素上 有比较细微的差别 而不是像这种 断裂式的破损 它整个就是 一个是黑的 一个是白的 对比 对比非常强 所以呢 在这种 被断裂式的破损 或者比较小的 被破损之下呢 传统的算法 它检测的这种 这种 稳定性就不好 稳定性就不好 这个就呢 不能达到 客户的要求 那第二个大的方向呢 就是说 如果这个被检测物体 自身的特征呢 它是比较简单的 你像这个 这张这个图片 一个圆形的 白色的药片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黑点 黑白分明 这样的话呢 这个传统的视觉 就能够检测出来 就能够可靠的检测出来 但有一类的药片 它上面是印刷的字体 而且像这个药片 作为代表性的药片 中间有一道 这个横杆 这个呢 就是要本身的一个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我们又有这种 黑点这种瑕疵呢 这种的传统的算法 就会比较棘手 并不是说 它们不能够检测出来 它们也能够 但是呢 对于这种随机分布的黑点 对于这种 这种 像素对比度 你很难去 这个量化的 或者大小很难 你设定的阱子也很难 就是说你一刀切下去之后呢 就是说这个检测的这种可靠性 就很成问题 好的 那么总结一下 就是说呢 传统视觉检测的一个局限性呢 就是这个背景 复杂的一些场景 像这个地方呢 它这个泡照本身之间 它可能有这种 有这种特征 很容易让我们 这个传统的算法呢 不能够把这个真正的 真正的这个瑕疵的特征 给它区分出来 第二产品 本身突然复杂 这只是举个示例 真正的产品 就是说 还有更多的产品 比这要复杂的多得多 多得多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可能在浴室里边 这个 都有这种瓷砖 像瓷砖呢 它的花纹 是非常复杂的 花纹就是瓷砖的IP 它的材料 用材完全一样 但是呢 它每年呢 就是说每个季度呢 它都会出 非常的多的SKU 然后呢 这个SKU的区别呢 就是它们的设计能源 去设计这种 瓷砖上的不同的花纹 这个花纹呢 非常复杂 多变 没有规律 但是呢 所以目前 在这个瓷砖 这个 作为检查来讲 它们的 外观的检测呢 目前还没有 实现这种化 任何一家公司 目前都没有 解决这个问题 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就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比较 比较 恰当的一个例子 因为现在这个图片呢 实际上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的 然后呢 最后呢 一点呢 就是这个 提取特征的过程 还是比较复杂 这种可复制性 也不是很好 可复制性 也不是很好 在这里呢 我们这张图呢 我们做一个对比 这个传统视觉 和这个深度学习 所代表的这个视觉呢 二者的一个对比 最主要的几点呢 就是 传统视觉的一个优势呢 它所需要的 这个瑕疵品 非常少 我们刚才提到 在这个医药 这个流水线中 它的瑕疵的发生率 大概千分之几 在稳定的制成的情况之下 样品量 瑕疵品的样品是非常少的 可是呢 我们都知道 对于用深度学习 来做这个模型的话呢 是需要大量的瑕疵品 而且尤其是 我们要对16种 18种 这种不同的瑕疵 进行多分类 然后把它分门别类 归类以后呢 为客户创造价值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这个难度就更大了 这是二者 一个优劣度的对比 那在其他方面呢 对于面对新的瑕疵 对于这种背景 比较复杂的 对于这种轻微的瑕疵 对于来料的这些变化 它呢 这个深度学习 这种检测的方法呢 有它一些天然的优势 当然这个优势呢 是跟这个 跟我们的一些技术路径 是有关的 在这个地方呢 是所以第三部分呢 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传统视觉加深度学习 是我们的方法 就是说 不是说 就是说 就是说 比较明显的瑕疵 我们显然是需要 用传统视觉来做的 因为它非常简单 所需要的样子量非常少 那辅以 辅助以这个深度学习 这种检测模型呢 我们就能够 就客户的需求呢 在这个领域呢 它主要是两点 我反过头来 我介绍一下 第一呢 就是说 对医药的客户呢 它的第一个诉求 它第一个痛点呢 是什么呢 是它需要确保 终端产品 这个质量的稳定性 一致性 我们都知道 通过人工来检测 这个一致性 是很难得到保障的 人的眼睛的这个视觉的 重复的重复率呢 大概是95点多 然后呢 人和人之间 自卷员一和自卷员二之间 它的视觉的重复性呢 肯定还会去放大 这之间的差异 因此呢 纯通过人工去检测 它的产品的质量的 一致性 外观的一致性 是得不到保障的 那还有更加重要的一点 是我们刚才讲的 有这种发生的概率 非常低的这种严重强势 比如说在药片里头 在这个包装里头 它混入了 这个衣服的纤维 这个稀薄 甚至是人体的毛发 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被中端的客户发现 这一批药可能都会要 报废掉 对于这种药品的生产商来说 它的损失是非常大的 原因呢 就是说出现的这种瑕疵 你没有检测出来 那说明你这个产品的 质量的控制 是有大问号的 因此这一批的这种药品 它的质量也不能得到保障 所以呢 需要全部的销毁 需要全部的销毁 而且更严重的是呢 就是如果发生过 几次之后呢 这个产品的这种批号 批文甚至会被吊销 那这个客户的损失就非常大 因为它部署一条生产线 去生产那种产品 通常是过千万的这种投资 千万人民币的一种投资 那第二大类 这个客户的痛点呢 是什么呢 就是人效比 我们刚才讲到 年轻人90后 00后 他们是不愿意进工厂 他们宁愿去送外卖 这个做棋手 他也不愿意去进到工厂里头 用自己的双眼 来去做这个 这个产品的外观检测 所以在这一点上是 这个药厂的两大痛点 所以呢 那个深入学习呢 它弥补的就是传统视觉 对这种轻微瑕疵 轻微且严重的瑕疵 不能够做到百分百减出的 一个 一个 落点 一个落点 那我们的方法呢 是传统加深度 然后呢 在传统方面呢 我们去 增强它 比如说 我们增强 样本的数量 我们 这个 增强这个 瑕疵的一些特征 做一些操作 算法上一些操作 然后呢 那我们在局部做一些定位 把这个RI 把它的area of interest 把它给标注出来 然后呢 做一些局部的定位 这个是在传统视觉上 传统视觉上 我们做了 这个三个维度的一些增强 在深度学习 我们所采取的手段呢 是优化 优化呢 大概分为三个方向 第一个呢 对于瑕疵的尺度 数量不均衡 这个东西呢 我们怎么来处理呢 所谓的数量的不均衡 是指 就是说呢 我们要 比如说训练一个 多分类的一个模型 我的NG1和NG2 NG3和OK 假设是 大概是四类 它大概是25%的这种 图片量 只有做到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有效的防止 一些过拟 让这个模型的 更加的稳定 第二个呢 就有瑕疵的尺度 可是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制程过程之中 那16种也好 或者18种也好 它瑕疵的发生的概率 是非常不一样的 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是需要 是很重要的 那第二点 瑕疵的尺度 我们都知道 有黑一点这种瑕疵 也有这种 也有这种 比如说 这种条状的瑕疵 比如说人体的毛发 这种在尺度上 它的表现是非常不一样的 如何让这个深度学习去 在不同的尺度上进行学习 也是需要 也是需要考虑的 和优望 那第二块呢 就是目标检测 这个模块 我们在这个领域呢 我们对于 不同的胶囊 硬胶囊也好 软胶囊也好 以及这个 以及这个药片 我们都做了一些 做了一些研究 和沉淀 第三块呢 就是我们 先分割 后分类 这个呢 是二者 坚而有之 这里展开来讲 就是说 传统状法的增强 在样本数方面 比如说 我们可以模拟一些瑕疵 可以斑点的毛血衣物 拖损 这种比较 这个 常见的瑕疵 比较明显的瑕疵 我们已经开发出 30多种 样本增强的算法 然后呢 可以适用于 这种 这种 这种检测的场景 第二块呢 就是这个 传统算法的增强呢 就是 这个 一个方法 就是对这个 背景的纹理进行消除 然后减少干了 让这个瑕疵 和背景之间的对比度 能够增强 这个 这是一个示意图 左边 右边呢 是我们一个真正的一个 一个 这个处理 图像处理 一个效果 这个效果 第三块呢 就对于传统算法增强呢 我们又做一个 皮肤的一个定位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比如说 我们定位好 这个 给定我们一个 这个目标的图片呢 我们把这个 浅拆的瑕疵呢 把它先定位出来 把它框出来 框出来之后呢 我们呢 又用多重尺度的采样呢 去提高这个样品的数量 然后呢 我们会在这个训练过程之中呢 我们选择 用比较小的图来进行训练 通常来讲 我们的这个图片 给定的图片呢 大概是320x2007像素的 但是呢 我们会选择一个小图来进行训练 这是第三款 那在深度学习 我们在优化方面呢 我们如何去解决 这个瑕疵均衡的问题呢 就是说 一个方向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 这个添加不同的 卷积的尺寸 让它去有不同的 感受的这个视野 感受不同的视野 所以SPP 这个呢 是一个通常的一个 一个算法 然后第二个呢 就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之中 我们也自动调整 缺陷与背景区域的 损失的权重 我们公司呢 是开发了一个 我们都知道 比如在微软有Customer Vision 新建公司呢 开发了一套 类似的这个 这个在工业检测里面 特殊应用的这么一个 叫自动机学习平台 它呢 在这个平台里边呢 我们有算法 能够去做这个 自动的缺陷调整 和这个 一些操作 能够让这个 这个瑕疵的不均衡的问题 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那第二块呢 就是目标检测的模块 这个呢 比如说 这个特征金字塔的网络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 安克福利的一种设计 去适应不同大小的一些 瑕疵的一个识别 这是我们在算法上 做的一些这个 一些优化 在我们的模型端呢 我们是这个 分割模型和分类模型 我们都用 然后呢 我们还会在这个 主干的这个模型之外 去有一个分支的模型 去观察这个 一个主模型收敛的 一个 一个情况 去学习到一些 这个知识 让这个模型的训练呢 收敛的速度更加的快 所需要的样子的数据呢 更少 这个呢 是我们第三个方面的 一个一个优化 这张图呢 就是我们一个系统架构图 这个图呢 稍微有些老 这个稍微有些老 但是呢 就是说 我们在云端 我们有自己 自动机器学习这个平台 然后呢 我们也开发了 自己的这个运维系统 能够对云边端的 所有的数据呢 能够进行实时的监控 采集 然后呢 做到这个预警和报警 这个呢 就有点像 学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做 我在做的各位 有人在云服务端 做的 对你们来讲 应该呢 是非常 非常basic的一个东西 这个呢 就是我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的AutoML 这个云平台的一些功能 一个介绍 这个呢 就是做一个这个分类 这个呢 就OK和NG进行的分类 这个呢 我们做一个目标检测 我们对于这种 像这种 它检测的这种胶囊 是一半是绿的 绿壳的 一半呢 是这个白色的 我们呢 如果要检测 我们可以把这个绿色的区域 给它提取出来 第二个呢 在像素级别呢 我们又做一些 这个 这个瑕疵检测 segmentation 这个呢 我们在云平台里头呢 这些功能都有 这些功能都做进去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训练的一个界面 这是一个操作界面 我们的这个自动机器学习平台呢 跟这个Cosmo Vision呢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的定位是工业检测 然后呢 我们有三个应用的场景 第一个应用的场景呢 我们是给我们的 就是所谓的pre-sales 给我们销售团队用的 我们销售团队呢 可以带着一台这个 这个手机电脑 可以跑到客户端 然后呢 可以给客户去演示 这个人工智能检测 到底是什么回事 这个呢 整个的cycle呢 大概就是客户呢 那边拿样品 我们拿几张图片 就是说它 我们把它标注好 说这个是瑕疵 瑕疵品 这个是瑕疵品 然后呢 这个是OK品 然后呢 上传这个图片 我们大概花五到十分钟时间 把模型训练出来之后呢 这个模型一般来讲呢 然后呢 让客户呢 拿新的图片来进行一个测试 这个测试呢 我们大概 我们要求呢 大概在70%左右的准确率 这个客户呢 基本上就幸福了 就是说 这是一个这个 support我们的pre-sales 第二部分呢 是支持我们团队的产品 支持我们公司 自身的产品 这个产品呢 是这样的 就是说 我们在生产线中 时序不断地去采集 这个图片的数据 然后进入墨上传到这个云端 在云端呢 我们有一个 一个轻量级的一个模型 进行初分类 然后初分类之后呢 会触发我们 人工的一个介入的一个分类 我们也有自己的数据标注 这个数据标注师 然后呢 通过一些界面 把这个图片标注 标注好之后呢 它会这个触发 一个模型的超仓的自动调优 然后包括这刚才前面 介绍的一些 一些做法 做完之后呢 当然我们对这个测试级呢 也对它进行一个 这个扩容扩充 这个按照一定的算法 进行扩容和扩充 然后之后呢 这个我们会对这个收敛好的模型呢 进行一个这个测试 测试结果 我们会 我们的算法工程师会 会知道 会知道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DevOps 我们用了一个系统会接锁 它会把这个模型呢 从这个云端呢 下载到这个边缘计算设备上头 边缘计算设备 去从部署在生产线上的 我们的计算的单元 计算单元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做一个AB的这么一个switch 这个新的模型部署上去之后呢 在生产线上头15分钟 我们是real-time monitor 就是说 这个是 就确保 这个新的模型上去之后 它不会出问题 所以呢 我们的AutoML 第二项功能 实际上是帮助了新建公司 打通了 在线数据和模型迭代优化 这么一个闭环 然后呢通过辅助以这个DevOps 去降低我们的部署成本 和增强我们的实时的监控能力 确保我们能够服务好 这个我们的客户 它一个副产品呢是什么呢 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公司呢 在这个细分领域里边 去建立这个 最齐全的标注最好的数据集 这个其实是这个领域的一个数据壁垒 所以这是AutoML的第二大方向的应用 第三个方向的应用呢 我们是将AutoML作为一个SaaS服务 这个交付给客户 目前呢 在这一方面呢 就让他们去通过这一套流程 去训练他们自己感兴趣的模型 去解决他们自己感兴趣 要解决的这些应用场景 那这一块呢 我们在今年下半年 已经商业化 已经有了订单 这个是这一块 核心的技术 刚才提到 就是说我们说了这么多 实际上呢 就是所谓的小样本学习 从少量的千分之几的样品之中 如何去做出一个多分类的模型 我们讲的主要的思维两点 第一 传统加深度 第二 在传统方面呢 我们做了三个维度的一些 一些看处 在深度方面呢 除了讲的三类之外呢 我们还有自动机器学习平台 能够持续不断地去采集数据 去训练优化迭代我们的模型 这个所谓的AutoML这一套系统 第三块呢 就是说实际上在光学设计上面 其实也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们将这个视觉检测 这个大的赛道呢 把它一分为二 一块呢 就是说这个数据获取比较 比较有挑战性的这些领域 我们把它当成一大类的物品 比如说铝素炮灶 这种产品 它呢 既有反光的 又有透明的 新建公司呢 是目前全球范围之内 唯一一个能够对透过泡灶 对药片呢进行准确 这种瑕疵识别的这么一个视觉供应商 因此我们产品的性能呢 是非常领先的 这个就得益于我们的一些光学成像的一些技术 我一会呢会给大家看一些例子 最后呢我做一下这个应用案例的一些分享吧 一些分享 在这个地方呢 我给大伙看一下我们的产品一个视频 这样可能是最有 最有这个 说服力的 这是一个这个家囊的一个检测系统 这个客户呢是一个央区 这个呢是现场的一个环境 原来呢是人工检测 你注意到仓路带了一些这个防护的衣 这个呢 生产的车间呢 是大概是百级的车间 这个呢是我们的相机 透过这个泡灶的 透过泡灶去检测胶囊 背面的瑕疵 这个是这个是剔除出来的瑕疵品 瑕疵品的发生的概率呢 其实并不高 这个是剔除出来的 就是我们用这个识别模型呢 去信号出来之后呢 这个呢就是这个药片 药片的一个检测 你看到它的幅度是很宽的 这个是我们公司产品的一个界面 实施的一个界面 这是我们的检测模组 这是我们的检测模组 这个视频呢大概五分钟 我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这是我们的下周围的一个检测模组 这条生产线呢是华林药基生产的 这是我们一个客户 这个客户呢是一家美国公司 这个他们是在 这家公司的市值是大概400亿美元 是一家比较大的公司 在中国的苏州上海天津和广州 有70多条生产线 这个呢是它的输越带摆放的一个应用场景 然后呢我们去检测它的摆放的过程之中 所出现的夹持 比如说多了一袋少了一袋 或者角度有偏移 或者放置有问题 放置有问题 这个呢是他们的一个自带的一个一道工艺 自带的一道工艺 这个呢就是输越带的原带 然后呢一个输越带里边 一个输越带里边呢 它大概是有40多种不同的瑕疵 在这家公司里边呢 他们原来500多人的工厂 有200多人都是外观资奖工人 因为这是一家外资企业 他们的人工费用呢 实际上还要更高 比这个一般的民企还要更高 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成本的一个投入 目前呢新建公司在这个客户里头呢 已经部署了 已经 首先呢第一 我们在19年年底这个 首次这个成功的通过他们验抽之后呢 在去年呢我们获得了大概 接近100万美元的一个订单 今年呢大概接近200万美元的一个订单 从当个客户里面 这是我们一款重要的一个产品 这一块呢我们公司呢第二大类 除了医药之内呢我们也做玻璃方面的检测 这个呢是这套系统全部是新建自己build的的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用户界面 这是我们的用户界面 这一套系统呢是那个是手表表盖的一个检测 手表表盖的一个检测 我目前公司的产品呢在这两个领域都属于在国内都是属于首创 在我们出现之前呢这整个行业都是靠人工来检测 你们看到这里有非常大的镜头 这个是远近镜头 这是我们的用户的一个界面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第三块产品 这个是全供带上离散全供品的一个检测 这个生产速度很快 这是我们的用户界面 这个产品线呢一分钟大概是至少是400个 这个呢这个产品自选呢是那个使用由金融鱼品带的检测 这个产品部署在这个部署在江苏的江苏泰州那边的生产线 那边的工程 这里呢我要给大伙看一个 看一个这个有代表性的这个瑕疵品 刚才这个吹气阀就把瑕疵品给吹掉了 这里就是有一个大的黑点 这个黑点是比较大的比较明显的 我们下面会看到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黑点 这个呢是在高速运动的情况之下 我们把它检测出来的 检测的 检测这么一个平台呢我们用了六个相机 上相机上下前后左右六个相机去检测 然后我们检测时间呢大概是在15毫秒以内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黑点 这个黑点呢是0.1平方毫米 0.01平方毫米 它的直径呢是大概是0.1平方 0.1平方毫米 这么小一个黑点 我们在高速运动的情况下呢 能够准确的把它给识别出来 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一个 这个产品呢是那个在四场移冰 五粮叶的这个九代的一个检测 五粮叶九代的一个检测 大概我们公司的产品分为这个 这么几大类 然后呢 我继续这个PVT 所以呢主要的产品 我们刚才提到 在小在医药领域 因为瑕疵品的发生的概率非常的低 瑕疵的种类非常的多 因此小原本学习这个技术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刚才讲 看到有输液袋的检测 有输液袋摆放的检测 甚至有输液袋辅建的一个检测 对于这种制药呢 我们公司落地的产品呢 像铝树泡灶的药片呢 胶囊啊硬胶囊暖胶囊 我们有完整的这个产品的这个 产品链 那第二块呢就包装印刷 刚才我们讲到金融鱼是一个代表性的案例 然后呢我们在其他领域呢 金属的外观我们现在做汽车零部件 一个检测 一个检测 这都有都有产品的落地 另外视频刚才大伙看到的就是眼睛镜片的这么一个检测 这是一台设备 这个设备呢 它的大概有2米8长 这个2米2宽和这个这个8000毫米 这个高度大概是2.2我刚才说错了 高度是2.2 这个是手表检测 这个设备呢是我们的第一代设备 我们现在已经演化到第三代 第三代 这个呢对手机镜头 镜头呢我们也做一个定位的检测 这个定位呢是帮助机械臂去安装 这个去组装这个镜头 所以呢 我的介绍呢 主体的介绍呢到这里 到这里我下面呢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我刚才讲到这个光学成像的方案 其实非常的重要 我在这里举个例子 比如说对于这种 这种带有迷幻色彩的这种 这种药核上面的一个三期的一个检测 我们的光学成像效果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这些数字都非常清晰的显现 非常清晰的显现 这是这个设备检测的一个基础 那第二块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在这个乳蛋的检测 这是一家国内一家非常大的大型的这种公司 可能大家有可能会吃过 年轻人可能吃过魏龙辣条 这个企业叫魏龙 这个在检测的产品呢 是一个鲁蛋 是一个鲁蛋 然后呢 我们看到平常的这个光的对这种检测 是有这种反光的 这是兴建公司的光学成像方案 让它整个鲁蛋的表面呢 鲁蛋表面呢 非常的均匀 非常的均匀 所以的话呢 对于我们的检测呢 也就非常有帮助 好的 我那个介绍就介绍到这里 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场 还有一些这个QA的环节 我可能忘了问了那个 这个 咱们这个现场的这个 这个这个主持人 是下一步是什么 好的好的 谢谢小钟老师 我觉得这个介绍介绍非常好 从深度的 从不管从行业的需求 以及从当现在的这个 竞争对手的一些技术条件 以及重点的分析 然后然后新建的话 提出了一个 和end-to-end的一个solution 而且非常好的 就是在取得了 国际领先的一个地位 而且的话 在未来发展中 你看到新建也是 在未来有更多的一些 关于更多的制定化 以及优化的一些方案 我觉得也是让我有更多学习 希望现场的其他观众 也在能在这些分享中 得到更好的学习 然后接下来呢 是我们会有一个QA的环节 然后呢 欢迎现场的观众 在留言区 或者在这个我们的QA session里面 提出自己问题 首先呢 对于那个小钟老师的 这个这个这个分享 我其实自己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小钟老师创业才两年多 但是的话已经发展三年了 已经三年 但是在其实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在不管是在这个这个已经现有的 几十年的这个算法里面 都提出了一个更新的一个解决方案 而且制定有对于不同的产品 有的自己的制定 以及迭代的一些方法 同时呢 我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新建的这个 呃 产品里面不仅仅是算法方面 而且还有Edge computing 还有Cloud system 甚至还包括了硬件 都在整体的解决方案里面 我想问一下小钟老师 这个这种就是大跨度的这个 呃 end to end solution 是在创业初期就已经规划好了 要这么做的吗 呃 呃 其实不是 是一步步走过来的 呃 是一步步走过来的 因此呢 其实呃 创业呢 呃 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呢 是什么呢 呃 跟做呃 工程师是这个是 呃 这个差异还是相当的明显的 首先呢 我们必须要有个团队 呃 因为呢 呃 你像我自己只能可能懂得 非常小的一方面 整个产品的链条里边 我自己呢 大概只知道其中一部分而已 对吧 你刚才提到像我们其实是有硬件的 机械电器 呃 这个甚至包括我们的结构键 呃 这个呃 电器的控制 PLC 这些东西呢 都是像我们以前做IT软件的人呢 呃 一般来说是没有涉猎的 这是一个维度 第二维度呢 对于光学 像这个呃 对于外观检测来讲呢 它不像自动驾驶 用这种自然光 用其他的传感器 呃 我们呢 是有一种这种 呃 可控的这种光照条件之下 呃 进行检测的 那么它属于应用光学的范畴 呃 应用光学的范畴呢 实际上要瑕疵检测要做的比较可靠稳定 要做的比较标准化呢 呃 它呢 这个光学的成像技术呢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呃 那我们公司呢 实际上也有自己的光学部门 呃 我们光学部门的这个领导者呢 呃 都是在光学领域做了16年 呃 呃 将公司也是做的相当大的一些体量 呃 所以呢 也吸引到我们公司里头了 呃 刚才也提到甚至包括咱们的市场销售人员 对吧 我们的销售人员刚才提到 我们有一家这个竞争者 应该来讲是在这个行业内 传统视觉做的最好的这么一家德国公司 呃 这家公司呢 它的母公司呢 是丹纳和 呃 丹纳和 这家公司非常大 大概是2000亿美元市值的这么一家公司 呃 呃 就是说像他们在中国区呃 呃 销售的呃 总监呃 也就是说呃 这个 这家公司进入中国市场 开疆拓土的人 呃 目前呢 在也在我们公司做销售 在他在今年的这个春节后加入我们公司 呃 所以呢 回答您刚才问题 对我来讲呢 他不是一个呃 就事先规划好的 就是说我自己 其实也就是一个呃 在微软工作了18年的工程师 是而已 呃 但在这个视觉检测这个大的赛道里头呢 我绝对是一个跨界 呃 我有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伙伴 呃 他在工业自动化领域呢 跟我一样也是 跟我在国外一样 呃 在在在美国一样 就是他在国内做了 有20多年 呃 做了20多年 这个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然后最后呢 那我要讲到一点 从这个算法的层层面上来看呢 其实呃 它需要跟这个工程的结合要非常的紧密 呃 真正的革命性的东西呢 呃 比较稳定可靠效果的 和至关重要的 呃 这么一块 至关重要的这一块 最后呢 也刚才提到 像云计算呢 呃 甚至这个 呃 比如automine这个平台呢 和我们的devops呢 这也就得益于我们呃 呃 这个创始团队 呃 在国外的一些工作背景 工作的一些背景 像我们的创始团队呢 呃 除了我之外 还有市民都是在呃 在美国那边工作了 十几二十年的 甚至比我工作的时间还长的 这些工程师呃 我们一起回来创业呃 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吧 呃 说到这一点呢 我们还非常 因为在早期 就我们公司的像这个呃 融资呢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 呃 我们业务的增长呃 也是比较健康的 呃 比较健康的呃 呃 这里可能那个跟我们西亚图有关的 呃 就是像 杜奇博士的那个 奇奇创谈 他在二零二零年的 呃 这个五月份的时候 呃 投资了我们公司 然后呢 后来呢 在这个 在去年的一轮融资 呃 今年年初的一轮融资 呃 也跟投了继续 最佳了就是 呃 投资的新建 呃 因此呢 呃 这个呃 像我本来呢 跟这个 也得到很多 奇博士的一些教育和帮助 呃 这个都是 我觉得 创业来讲吧 呃 呃 就是跟这个 呃 需要不断地学习 呃 需要吸引各方的人才 呃 呃 大家一起 一起做 才能够把这个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些事情 把它做好 然后呢 呃 当然商业的环境竞争非常的激烈 呃 产品不好 一切都是空谈 呃 所以的话呢 产品本身也非常重要 呃 所以呃 这个大概是我对你刚才问题的一个 呃 一个 一个 一个回复吧 谢谢小钟老师 我觉得就是从您刚刚的回答也可以看到就是创业的艰辛 一步一步都不是规划好的 而且每一步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挑战 好的 接下来的话有几个问题是从我们的这个创业社区里面 呃 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就是您刚提到的话您是已经在微软是有18年工作之年 应该是说在大厂应该已经是相当熟悉的环境 是怎么样一个契机让您从决决定就是从大厂亦然决然的呃 创业而且是回国创业的呃 两个哈呃 第一呢就是因为工作的年头比较长了 我在大厂里面的发展前景呃呃呃 这些产品开发的流程以及跟一帮非常优秀的工程师呢共事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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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對我太太對我的支持 因為我們孩子的話呢 已經是比較大了 就是說我小孩工作了 然後呢都大傷了 這個小孩子也說句實話還是不錯的 然後呢這個也會需要我們太操心 所以呢 然後呢第二呢 我覺得到了一定的這個程度吧 我們覺得還是需要 我這種self-fulfillment 我覺得不是說簡單的這個 金錢上所能夠帶來的 我們希望能夠創造出一些東西出來 去改變一些東西 我覺得呢這個的確是我創業的一個初心 創業的初心 那為什麼會說會回國創業 這個我覺得 首先呢我們是AI家 如果在工業這個方向創業呢 國內應該是最好的選擇 原因是什麼 因為第一呢整體的這個創業的環境 國內是越來越好 這個說句老實話 我在18年剛回國的時候 我還是有些顧慮的 但是呢我覺得 隨著時間的這個 越來越熟悉國內的一些情況之後呢 我覺得這個 當然國內有國內的特點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創業環境 那第二呢在大的方向上來講 工業國內的工業呢是1.0度有 1.0 2.0 3.0 4.0度有 4.0很少很少很少 3.0已經很了不起了 有大量的 然後中國的工業品類是全球範圍內唯一齊全的 美國都不行 唯一齊全的 這裡面呢有大量的這個機會存在 這個呢也是 而且我在2017年年底的時候呢 回國做調研的時候呢 也看到了這個 這個不同領域的 AI的一些應用 這個視覺方面只不過是其中一個了 那現在國內做這種 機器人方面的創業 這個肯定也需要視覺 這個定位引導 當然後面軌跡規劃之類的 這個國內尤其是疫情的這個這個影響 目前在國內這個方向上 它的 被這個投資者關注 這個創業公司它發展的速度 都是非常驚人的 在這個 在這個領域 所以呢 這個我想呢 一個呢就是到了一定的階段 我覺得這個內部外戶環境允許 然後呢創業第二個呢 選擇這個 回國創業呢 就是因為跟我做的方向是有寬的 對 謝謝小總老師 我覺得就是您這個分析也是非常非常的 我覺得 是結合了自己當前的情況 而且是對這個國內的一個 有一個深刻的調研之後 也是非常的謹慎的做出一個決定 然後 對 下一個問題呢 也是來自我們社區的一個問題 就是您剛說到您在微軟 一直以來的背景都是在 Teams Skype 可能在技術方面 可能也不是您最直接的 在之前工作中能用到的 而且的話後面您剛也說到了 在 因為現在的這個新建的Solution 是包括硬件 以及Edge Computing之類的 也不是在技術上 也不是您所熟知的 同時也說人才也是後續在慢慢的 給引進進來 而且還有可能是 所有創業者都關心的就是投融資的問題 這這麼多這麼多問題裡面 您覺得在您這個三年的創業經歷裡面 您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您能跟我們分享的 一兩個例子是怎麼樣的 嗯 我覺得這個 創始團隊 它做這個方向要比較靠譜 就是說呢 我們的人員方面 核心的人員方面呢 我覺得在能 尤其是2B的 2C我就不清楚了 這個我 所以我先加一個 加一個定義 就對於2B領域的一個創業 尤其是對工業企業方面的一個創業呢 就是這個一定要 首先呢 第一呢 要這個真正把握出客戶面 然後呢 了解市場的規模 第二呢 就是要講到這個 這個技術上的一些可情形 然後呢 在最早的時候呢 要盡早找到這個 所謂的 找到這個產品 然後呢 只要你選定了這個方向 然後呢 核心的團隊 在最早核心團隊 有能力打造出這個POC 能夠讓這個 這個 這個 投資者 去信服你 就是說 首先呢 如果機會非常的大 團隊是比較靠譜 團隊不一定說在每一個方向 都是全球最優 這樣的團隊非常的罕見 而且這樣的團隊通常 可能未必 也能夠做成 這個可能有些磨合的活動 這個呢 就是說 裡面的leadership 裡面的這種collaboration 以及大家有一個 對事情的一些 共同的看法 我覺得 對於創始團隊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投資人呢 他拿錢來投票 我覺得 投資人呢 在我遇到的所有投資人 都是非常優秀的 他們對於 當然呢 可能對於在專業上的理解 他們不能像 因為數月有專攻 但是呢 他們對於這個 這個企業的一些發展 我覺得在融資的過程之中 其實我是 是一個互相交流 互相學習的過程 創業者有創業者的想法 這個投資者 他們的想法 可能 他們比較追求的 可能是 規模 複製 天花板 這個 競爭的這個 格局 這些維度的東西 但對創業者來說呢 我覺得 我們剛開始 當然這些東西對我們來說 都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們可能更關注的東西 是如何去存活 這個存活 就有一個產品 能夠這個 有了 有立足之地 我覺得這一塊非常重要 那如果說到過去的三年之中 這個 這個困難的東西 有哪些呢 我想 困難的東西非常的多 非常多 貫穿於這個 這個 每天的決策之中 這個還真不是虛的 這個說說而已 就是說 我舉幾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 給我早年印象比較深的一些東西 就是在 這個切入方向上的 如果犯的錯誤的話呢 如果不能夠做及時的調整 那麼 這個 這個公司呢 可能會掛掉 這個是需要 這個創業的這個掌舵者 他需要能夠 快速地去試錯 快速去糾正 以及對團隊的包容能力 這些東西呢 都非常重要 因為大家走在一起 說句實話 像我們以前在國外公司工作 一下子 這個五個人 回到了國內 收入 這個可能是 只能夠就維持我們自己在國內的溫飽 對吧 這個呢 就是收入呢 就是說我們看的 當然也不是這個東西 這個呢 其實 如果沒有一些東西去激勵大家 去把大家凝聚起來 我覺得創業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呢 創業它不是一個試一試 而是你 要找到一個切入點 這個切入點在你找的過程之中呢 你可能會有些試錯 但是要快速去試錯 然後呢 持續不斷的 往前走這種決心和毅力 我覺得這個東西 真不是虛的 這個呢 在座如果有人呢 想更詳細的探討 也歡迎這個加我微信 這個 因為這個 我有時候在這個 系統會裡頭 好像 也有幾位創業者 之前也有過交流 這個 比如說資群跟這個 齊博士的這個 這個 齊齊篡堂的 拿到他們的投資啊 該怎麼弄啊 什麼之類的東西 我都非常樂意呢 作為一個過來人 就犯過很多錯誤 這個呢 吊進過很多坑 損失過很多錢 這個 這麼一個創業者呢 我還是 覺得 就是說我是願意 去分享一些這個 我自己的一些個人的經歷呢 因為現場的聽眾 可能會比較多 具體的案例呢 我在這裡呢 我就是 不方便說很多 我大概就回答到這裡吧 好的好的 謝謝小中央 我覺得您這個 您這個說的幾點都是非常非常成品的 很多 而且很多的 畢竟就是說這個問題 很多都是 對我們 正在創業 或者是未來想創業的一些創業者 很多的忠告 而且我在這裡呢 做一個廣告 不好意思 是那個用這個 就是說呢 我們團隊呢在高速的擴張 這個 今年呢在 我們現在是105人 到明年呢 大概要到170人 這個呢 我們也非常希望在 有些核心的 人員呢 就是說包括技術人員 就是說如果你們有 至於這個 揮霍參加創業公司 我們還是比較早期的公司 我目前呢 正在做必然的融資 那個 還是比較早期的 有 還是有相當大的一些成長的空間 我們公司呢 目前在 主要在 我們是深圳的公司 但主要運營在廣州 黃埔開發區 然後呢 我們現在呢 在今年年底之前呢 我在上海會設立一個公司 設立一個分公司 這個呢 上海蘇州這邊 這個呢 都希望這個 感興趣的人呢 也能夠聯繫我 好吧 對 在社區裡面 對創業感興趣 或者是想和這個小鐘老師 一起去 在未來 再把這個興建公司 就是業發展更好的 這個 感興趣同學 您也歡迎這些 在之後 好的 我的聯繫方式 好的 好的 那最後呢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小老師也說到 就是三年創業 從最開始的年收入 十萬美金 到現在的 一千萬 一千萬 就一千萬美元今年 對對對 現在未來 就您在看這個 這三年 這麼快的發展 那您現在得對你的 一個願景 或者您的想法 是什麼 首先呢 第一步呢 我們肯定是 走向資本的市場 在國內 走向資本的市場 我們在科創版 是要 在幾年之內 大概希望能夠 上科創版 那這個呢 只不過是一個 簡 這個是表面上的 一個東西 我們更想做的 我自己本人更想做的 一個東西呢 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產品 能夠真正的去 解放這個生產線上的 這個 一些操作工的眼睛吧 把它們從生產線裡 解放出來 這個呢 是我們自己團隊 自己公司 打造的產品 部署在生產線中 參與到這些設計 參與到這個 整個質量的管控的 這個流程 這個呢 對我們團隊的 核心人員的 我們自豪感實際上是 非常強的 非常強的 我覺得 然後呢 目標呢 我們是這樣的 我們Long-Term的 這種vision呢 我們呢 是希望 我們認為 在這個視覺檢測 這個領域呢 未來大概五年 或者八年左右 這個出現這種 市值這種 這種大概 大概一百億美元的公司 的機率還是比較大的 還是比較大的 10億美元的公司 還是比較大的 我們當然希望 新建是其中一家 好的好的 謝謝小鐘老師 也是希望 新建在未來的發展 越來越好 然後之後呢 如果就是 剛剛小鐘老師說到 就是如果 對這個 加入這個 新建的創業團隊 感興趣的 歡迎在之後 聯繫的塑造會 或者是聯繫到小鐘老師 好的 今天的 今天非常感謝小鐘老師 來給我們做一個 關於就是 創業三年 的一個 一個 實力的一個分享 以及就是在創業路上 各種 各種艱辛的一些 一些和我們這個 如果大家想知道 這個 這裡面有很多 我呢大概 有可能的話呢 我可能會年底 回趟西雅圖 有機會的話呢 大家可以當面交流 好的好的 也是非常非常歡迎 那個 小鐘老師再回西雅圖 然後再和我們的 這個 本地社區共同交流 好 今天非常感謝 再次感謝小鐘老師 也感謝 在賽場的聽眾 以及在YouTube上 收看我們這個活動的觀眾 好謝謝大家 好拜拜 拜拜 好